如果秦始皇不死 秦王朝能接着续命吗 肯定是不可能的 其实秦始皇在活着的时候 当时秦王朝就已经出了大乱子了 2002年在湖南省的龙山县 李烟镇李烟古城一号井里出土了 一共36000多枚秦代的主检 被称为叫做李烟秦检 这些主检当中的主要内容 是秦代洞庭郡千灵县的官方档案 内容涵盖了秦代的户口 土地开墾 填租赋税等民政方面的政令和文书 而就在李烟秦检当中 有一篇名为千灵历志的文书 详细记载了当时千灵县官吏 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基层的官员不够用了 千灵县当时需要行政管理者101人 可实际上在任的人数只有51人 勉强达到了一半 这其中令使 色夫 庭长 官佐 还有长力这五种职位 处于严重缺缘的地步 这也使得当时的基层行政工作 根本就没有办法展开 可是千灵县那是在秦王镇25年 也就是公元前222年设立的 距离秦王朝在公元前221年 彻底的消灭齐国 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仅仅就差一年的时间 我们从这就能够发现 秦王朝在建立之初 就存在严重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缺失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到秦王朝终结的时候 也没有解决 因为史记高祖本集里面就有记载 说身为沛县四水亭长的刘邦 要长遥咸阳 意思就是去咸阳服役 因为本地人不够用 只能够让各地的官吏们身兼述职 完成本人工作的时候 还要去遥远的地方来服役 这就意味着秦王朝并不是我们今天想的那样 在建立之初就能够用郡县制度 对基层进行严密的控制 相反 秦王朝在统一之后 他连官吏都不够用 因为秦朝之前数千年的时间里 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央朝廷这个概念 商朝是内外服务制度 周代是分封制度 这两个朝代都是典型的君主自己管自己的家门口 远的地方压根不管 完全自治 偶尔来上供就得了 所以不存在朝廷统一调度这个概念 秦朝在统一之后 把从上到下一条线管理的郡县制度 像撒网一样扔到了全国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那绝对是一个过于超前的行动 在没有官僚选拔机制 民间教育体系的时代 根本就凑不上那么多素质合格的人 来代替朝廷管理地方 所以当时在统一之后的秦王朝 就采用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式 湖南大学越路书院构藏的秦代检读 也就是越路勤检当中就有记载 既然能够派出去的都派出去了 实在找不到人 那怎么办呢 为了去弥补亏空巨大的基层官吏 秦廷就把曾经犯过错的戴罪的官员 全都扔到了山东六国的故地 担任地方新的行政长官 这些人不仅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同时还要身兼数职 去大量的服务役 因为摇曳的工作量太大了 所以这些人到岗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反而全都去工地上干活了 这样一折腾下来 让秦朝在建立之初 就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 比如像当年的湖南 曾经是楚国故地 没有了楚国的统治之后 当地的楚国旧贵族就经常叛乱 同时还有一大堆的盗匪到处打劫 这种情况在正常的王朝建立之初 应该都是立马解决的 可实际上秦检当中记载 说不仅没有办法剿命 反而这些盗匪都直接去攻击当地的县衙 杀死朝廷的官吏 甚至秦始皇本人在国都咸阳都会遇刺 这个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西汉在建立之初 搞了军国并行制 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秦朝 郡县制度搞得太早 撑不住的问题 这新王朝管理建立不起来 曾经秦国的老秦人 被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干活 打心里面就已经不想和你干了 所以秦始皇本人 就算再多活个几十年也没有用 毕竟历史这种东西 虽然个人的努力很重要 但你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